9屆頒獎典禮主持人出場 黑色性感鞋尖禮服 外加高挑身材 劇唱女生謝銀萱 即將獨挑大樑 擔任第59屆金馬獎典禮主持人 她既興奮又緊張 責任感很大 然后要好好的做好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紧张的 把几位前辈 之前所有主持人前辈的影片 其实有看了一下 然后当然最基础的准备 就是你一定要把所有的影片看完 康夏金马主持棒 谢宁萱直呼受到邀约时很惊讶 但金马獎过去就曾经找她主持 却被她婉拒 2019年就邀宁萱了 她那时候拒绝了 她觉得是一个压力太大的工作 可是因为她2019年 还有一个颁奖的任务 所以就放过她了 让所有来宾有兵质如归的感觉 谢宁萱以此为目标 但金马奖前的焦点 是她凭借俗女养成绩二 以及四楼的天堂 两个角色角逐金钟武器 事后宝座 我其实非常高兴 我超级高兴的 但我又不是那种高兴的时候 会大奖出来的人 我觉得遇到强的对手 其实很爽 谢宁萱的荧幕魅力 大家有目共睹 至于大家关注的金钟金马战袍 谢宁萱笑称会有区别 但绝对给大家大饱眼福 华视新闻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喔